各位爱多美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有梦想的80后齐颖 来自美丽的新城,湖南长沙 作为一个典型的80后 独生女儿,父母的展上明珠 18岁之前的人生之路都是父母设计和绘画 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 在父母心中,我大学毕业以后应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朝九晚五,相夫教子,幸福度日 那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精彩而又滚碳的人生 我拒绝家人安排工作的机会 我想要自主创业,经济独立,弹性的工作时间 做一个自律又自由,有钱又有闲的人 梦想着可以跟家人环游世界 去竞享蓝天碧海下的自由 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平台穿业 上一家公司一干就是16年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果生命不再有新的梦想 那就没有希望 生活周而复始 我曾经的梦想也慢慢地蒙上了灰尘 那颗梦想的种子也被我埋藏在内心深处 人会有一种普遍性的错觉 我们会觉得生活会永远地稳定 希望周围的环境不要发生变化 但事实是未来不确定会越来越多 迈入不惑之年的我 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 那一年 妈妈因痰尿病引发的 酮症酸中毒住院 我才感受到 为我遮风胆雨的父母 渐渐地老去 我们成为了他们的依靠 看着我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慢慢地长大 我们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成为他们版样的妈妈 我好像突然开悟 人到中年的甘虚 就是钱和健康 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 父母需要养老 孩子需要独名校 如果身体扛不住 就无法满足这两大需求 不提早做准备 当波动来临 就会陷入恐欢 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就如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我们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 突然被踩住了急刹车 大家都按下了暂停键 一场疫情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 线下的工作都暂停 而我发现时代的发展 网络的发达 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 线上的销售远远大于线下 对于实体店是一种纵窜 但是对线上的销售几乎影响不大 人们的购物习惯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每一部智能手机上都会下载十几个不同平台的APP 我们家从老到少 都成了各个平台线上的铁粉 作为消费者 我记得曾经出门旅行 我们需要去火车站 售票大厅排队买票 而现在我们出门旅行 会去平台购买车票 订酒店 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下班 要赶紧回家给我做饭 而现在我家孩子在家会上平台订外卖 作为消费者 逐步出户 享受着平台的便利服务 那么作为经营者呢 我们也是随着时代发展 改变着经营方式 我们的消费主体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线下到线上 从现金到刷脸 这场变革背后 是90后 00后的孩子成为了主力军 在这样的环境下 顺势而为的爱多美 也走进了我的生活 再次点燃我的梦想 我知道 我努力的样子里 缠着我坚实的未来 缠着孩子心中的榜样 缠着父母晚年的幸福 受疫情影响 网络越来越发达 线下的销售持续下滑 线上的成交率远远高于线下 线下销售下滑的同时 另一种事业却飞速崛起 那就是平台事业 互联网时代 平台和中端的角色 决定你是否获取利润 我们在各个平台扮演着中端的角色 只有花钱的份 不改变我们的身份 就无法获取利润 比如大家熟知的国内的电商平台 异军突起 同一产品 我们上网去搜 它的价格品质千差万别 选择太多 消费者无从下手 利益无法保证 作为至三岁交纳大户的我 买贵了吧 怕心里不舒服 买便宜了吧 怕害怕上单收骗 我的购物经验就是 同一产品 不同价位都买一份 做完对比 不满意的退货 作为经营者呢 我最近看过一个视频 一个实体老板的独白 今天我的店是最后一天营业了 今天我要说点 很多老板都不敢说的秘密 以前开个小店 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同行 现在我的小店倒闭了 打败我的是某团外卖 我们先说利润 每一单扣点是21% 最低扣3.5 像我这种小店 平均单价15块多一点 15块减去3.5 再减去必须做的减2元配送费 实际到我手里就只剩下9.5了 某团实际拿走了36% 也许你会说 你可以加价呀 没错 我是加了一点 但是各种会员红包 天天神阙满减活动 进一步拿走了我们商家的利润 你们用的某团红包 最后变着法子 还是由我们商家来承担 还有万恶的竞价排名系统 就得花钱 而且价高者得 你出的钱越高 获得曝光量越多 位置就越靠钱 这一套组合权下来 平均每一单某团就要拿走40%的利润 其实想获取利润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要在饭量和食材上做点手脚 但这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最终平台是最大的获益者 那为了符合时代的趋势 我们很多的行业都要转到线上 通过平台来进行 平台又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爱多美也是平台事业 我们大家是否想知道 如何判断或如何选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随着疫情的反复 前段时间 我们很多城市又被按下了暂停键 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又能独善其身吗 爱多美的平台优势在哪里呢 第一 我们是自建电商平台 销售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生产和研发品质有保证 价格都统一 我们是自己的产品 所以就不需要去见低价格 来获得一定的利润空间 所以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比如在某团或某宝上 我为了销量高 就见低价格 见价的前提 我还要保证一定的利润 那我产品的品质就得低 就像那个饭店老板所说 想要获得利润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要在饭链和食材上做手脚 就像三次我去某宝上买一根苹果手机的数据线 我选了五星好评如潮的店铺 收到货后我大跌眼睛 做工粗糙 三债产品交了智商税 产品价格参差不齐 品质无法保证 第二 而爱多美呢 是线下和线上先结合 线下呢我们可以到服务中心去体验产品 选择适合你的产品 线上购物 爱多美的产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 三个月我在某宝上买了一件裙子 那就是买家绣和卖家绣的尴尬 卖家绣的图片美若天仙 当我拿到裙子时 散生效果你懂的 那不是一个美颜现机能够解决的问题 幸好有买晕肺险 果断退货 这又是一次失败的购物体验 第三 爱多美是生活必需品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 去贯某宝的巨划算 看见一些爆款巨划算 冲动之下成为剁手胆 全部买回家 很多东西甚至连吊牌都没有解 就闲置在那里 平白无故就花了钱 而爱多美是生活必需品 日常生活我们是要去消费日用品的 不仅如此 爱多美 它又是一个人人可参与的平台 它是一个好的平台 人人都能参与 都能赚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 八十年代的时候 要去买零食吃 妈妈会带我去我们家楼下的小卖部去买 那买衣服呢 就会去山叶街的服装店购买 生活用品呢 就会去日杂店 这些个体的老板们 互为各自的消费者 也是个体的经营者 大家都相安无事 经营着自己的小店 卖着互不冲突的商品 因为没有什么竞争 赚到了丰厚的收入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 我们那个县城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型超市 不仅有种类繁多的零食 还有凌兰满目的生活用品 从此以后 大家买这些居家生活用品 就会选择去超市购买 个体经营者就会受到重创 出现了竞争对手 倒闭关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有了大型的综合商超 资金都会流入到综合商超 这样又会出现很多问题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没有办法参与利润分配 获取更多的收益 也就没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那商超的收益也会受到影响 其次资金流向商超 流向单一 对社会经济整体结构会产生影响 同一产品的种类繁多 消费者选择综合证 由于品牌多 供应商也多 大家竞争压力也大 所以每个品牌的单品销售上不去 这样就很难见低成本 见低价格 无论是生产产家 还是消费者都受损失 随着商业的变革 电子商务越来越发达 就出现了电商平台 爱多美就是超链接的流通枢纽平台 链接人与人 人与物 物与物 打造个人平台 爱多美不仅让供应商获利 经营者也会获得回馈 经营者获得收益后 又会反过来继续购买公司的产品 从而带动整个消费量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说爱多美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事业呢 其实啊 爱多美就是外包 爱多美包揽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没有人工 没有店铺 没有物流 没有客服 没有囤货 比如疫情来临 关闭店铺 我是不是一样的要去支付人工租金水电费用 再比如产品的售后服务 以及解决一些顾客的诉求 我是不是要有强大的客服系统来支持 假如我们自己配送物流 运输途中有破损或者丢件呢 需不需要自己早急上火的去处理和赔付 如果流量是平台的 我要销售 需要囤货 风险经销商来承担 过时过季过期的产品卖不出去 那么我会抱着一堆产品在那里痛哭好几天 想想这个画风 那像我这样的抗压能力 早就当逃兵了 总之来说 爱多美是承报了我们一切一切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 让我们经营者拥有安全感 你只需要注册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然后给平台推荐给他人 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你个人的专属平台 你就是平台主人 其次 物美价良的大众精品 因为物美价良 所以消费者就会蜂拥而至 消费者只需分享自己用产品的真实体验 无需推销产品 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消费者自然会复够 这么好的平台 有没有别的门槛呢 我们无入门费 加盟费 维持费 无经营压力 注册会员零费用 无需购买任何礼包 他建订了从业创业的门槛 经营者无需拼背景 拼资源 拼资金实力 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亲资产创业 作为爱多美的经营者 我们都需要具备哪些责任呢 首先要恪守企业文化 宣传正确理念 爱多美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国家稳步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符合那个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我们把这种遵守法律法规的思想 当作我们的原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则中心文化 第二个职责 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及时反馈市场的声音 第三个职责就是 作为爱多美的经营者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帮助公司管理和培养优秀人才 2020年 我们都经历过不平凡的一年 大家纵志层层共同抗议 度过了艰难的2020 疫情下 有人每天只关注新增确诊人数 恐慌到睡不着觉 但我们抓住机会 沉下心学习 为未来做选择做投资 疫情结束后 有些人徒增烦恼 而另一些人已经实现了自我的增值 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但对他的不同反应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一位高速公路收费员跑到单位控诉 我把我的青春都已经奉献给了组织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36岁了 我还能干点啥 如果他能提早为事业去做规划 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人生就不会那么被动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爱多美平台就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平台 超越时代才能成为赢家 爱多美已经引领了时代 要扎住机遇才能成功 最后祝愿我们都能在爱多美平台 实现梦想 成为人生赢家